大家好,就在美国拜登政府不断加码限制中国半导体 甚至寄出限制投资中国科技产业之机 有一则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加码投资中国芯片产业 谋求与中国加深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英特尔方面日前就宣布了要和中国的科技重镇深圳合作 建立新的芯片创新中心以加深与中国半导体产业之间的关系 不止如此,我们还看到 英特尔的CEO最近就公开呼吁 喊话美国政府必须放宽对中国的半导体限制 英特尔这两个动作就意味着美国的芯片产业界已经是受不了了 开始公开叫板美国拜登政府的科技政策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半导体的三巨头 那就是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 他们联手一起到了美国的华盛顿 干嘛去呢? 去游说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高官来进行会晤 要求放开对中国市场的芯片限制 原因自然是很简单 那就是你再这么搞下去 再这么玩下去啊 美国自己的科技企业都要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围绕着当下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摩擦的最新进展呢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英特尔公司啊 到中国来到深圳去谋求合作 他呢在南华早报上有一个报道 特别提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英特尔公司希望在中国建立新的芯片创新中心 我们知道深圳呀 一直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千言 在这里呢 不仅有华为 不仅有这个中芯啊 中芯的这个中芯通讯和华为做同样的业务 另外啊 还有包括像大疆 像比亚迪啊 像这个很多的其他的科技型的创业公司 包括芯片公司 半导体公司 非常的多 那么对整个的芯片需求呀 也是各种各样 所以说呢 英特尔选择深圳这样的一个 这个作为他的合作的目的地呢 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智的 尽管华盛顿方面 对于半导体企业呀 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也要求他们啊 不要和中国合作 远离中国 对吧 你说连投资 对吧 投资嘛 无非就是给点钱 你这个企业啊 看到了发展的机会 然后等你赚钱了 他能够得到一些投资回报 其实这仅仅是一种金融操作 财务投资而已 美国连这样的动作都不允许了 对吧 不断的要求 美国的这个企业 美国的科技公司 美国的这个资金 特别是半导体公司 减少和中国的接触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 结果美国的芯片巨头 英特尔公司 公然唱反调 对吧 仍然通过在深圳 设立一个新的科技创新中心 来加强和中国之间的商业关系 那么这个创新中心 当然指的就是芯片和半导体 那么这个机构呢 他只在和中国国内的初创企业之间 来进行合作 同时我们看到呢 根据啊 这个创新中心所发布的信息啊 美国英特尔公司呢 他和深圳市的南山区政府 就启动了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 那么这个机构 他主要是聚焦人工智能 芯片应用开发 边缘计算 数字化发展等等 其实上面所说的每一条呢 都是面向未来的非常重要的 这个科技领域 也是美国啊 不断打压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 对吧 你说人工智能 芯片啊 这个数字发展 数字化 边缘计算 这完全都是 而根据这一次的声明当中呢 这个英特尔的新的研发中心 要依托于深圳南山区的这个啊 位置产业和政策资源优势 要整合英特尔的芯片创新技术 进行全占产品组合的开发 以及生态系统的建设 要聚集广大合作企业的创新活力 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半导体科技创新高地 可见呀 他这个机构的设置呀 可不是搞得完的 也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啊 这个领先的芯片这个创新的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机构 当然也是要面向于中国市场 面向于中国众多的这个创业公司 科技企业 那么英特尔方面呢 自然是希望从中拿到大笔的订单 做生意嘛 总归也是为了利润 我想呢 这也没有什么啊 这个可藏着掖着的 英特尔的中国区董事长王瑞 在该中心启动仪式上说 英特尔方面将进一步发挥 英特尔的芯片技术和生态系统的优势 促进大湾区与全国各地 新兴行业的融合与发展 帮助各个企业发展数字经济 根据所透露的新信息呢 在这一次中美关系恶化之际 美国华盛顿方面不断升级芯片出口限制之际 英特尔公司这样的一个动作 它试图维持在这个世界上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业务往来 那么其实啊 这样的一种期待本身并非美国英特尔公司一家 美国多家的科技巨头们都采取了类似的动作 只不过呢英特尔公司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美国科技界的 特别是半导体界的宠儿 英特尔公司在美国的国会呢 也有非常强大的游说力量 可见呢英特尔的投资动作 它完全不甩拜登政府的什么限制措施啊 什么这个禁令等等 反正呢 它做就做了 如果不爽呢 它完全可以发动美国国会的游说力量 来让美国的这帮政客们闭嘴 那么这样的一场技术战还推动着中国对于电子元器件 特别是芯片的需求 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基辛格 在早些时候呢 对中国进行了一次低调的访问 那么我们看到了 他在今年呢 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两次的访问 这一次英特尔在深圳的创新中心的设置 英特尔公司将与六家中国本土科技公司合作 这些企业都在启动仪式上 与英特尔公司签署了协议 同时呢 双方将建立多个联合实验室 聚焦低碳技术 节能科技啊 等等各种解决方案 同时也包括个人电脑啊 还有服务器芯片啊 等等半导体的需求 另外还有智能交通啊 很多的科技领域的合作 英特尔公司还承诺 为位于南山区的公司提供技术和资源的支持 帮助进行市场推广 那么就在该创新中心成立两周之前呢 英特尔公司还推出了一款符合美国出口要求的 旨在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处理器 以便将其卖给中国的客户 而这样的举措和此前英伟达公司 所推出的这个A100的替代芯片 H800A800芯片呢 是类似的操作 在7月中旬的时候 在北京所举行的一场这个产品发布会上 英特尔方面展示了其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的处理器 英特尔执行的副总裁 李维拉就表示 该处理器可以增强中国客户 通过云技术与智能尖端技术 部署人工智能的能力 帮助建立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未来 当然这话说的呢 好像都是帮助中国啊 来部署这个科技研发来进行芯片产业的发展等等 话说的呢 很好听 其实呀 也很简单 完全就是垂严于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机会啊 当然我们也说过 对吧 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做生意嘛 反正我们当然也是欢迎的啊 你外资投资也好 你什么科技企业也罢 总归呢 你做生意为了挣钱 中国呢 有这么大的市场 中国呢 也有这么多的客户 中国也需要半导体 反正大家呢 这个一个月买一个月卖 这就是市场经济嘛 合法合规 符合道德 那么我想呢 这当然没有问题 而不仅如此呀 前面我们也说了 英特尔的CEO呀 最近就公开喊话美国政府 你必须放宽对中国的限制啊 大家注意他的说法用词啊 完全不像什么台积电三星 对吧 到了美国去 感觉呢 就是 就是完全是矮了半截 完全是给贵了 对吧 说话呢 非常的软 非常的这个 要拍美国人马屁 但是英特尔公司呢 完全不吃这一套 他说话呢 就直来直去 反正呢 对吧 自己亲儿子们 对老子说话呢 自然是非常的这个硬气 他说必须放宽 对中国的半导体限制 基辛格呢 作为英特尔的CEO 他最近在一场会议上 特别谈论到了美国芯片法案 他当时呀 就说了 英特尔呀 应该要拿更多的钱 对吧 要比台积电 比三星 比其他竞争对手 都要拿更多的补贴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呀 美国芯片法案 其实就是一个政策补贴 产业扶持的法案 那么他编列了500多亿美元的预算 这么多钱呢 是要给相关的产业的 那么过去呀 我们都已经根据一些这个 啊 媒体的报道呢 我们都了解到了 这一次这500多亿美元呢 其实英特尔呀 已经拿了大头了 对吧 像台积电像三星 毕竟呢 是不是美国自己的亲儿子啊 所以呢 拿的钱呢 是相对比较少的 但即便如此呀 反正呢 英特尔方面 这个就像吃饭一样 没有吃饱的时候 他反正呢 要的越多越好 而且呢 我们看到英特尔公司 这个CEO基辛格 他不仅抱怨 对吧 拿的钱拿少了 同时他还抱怨说 对于啊 这个美国方面 对中国所推出的各种 半导体限制措施呢 现在已经够多了 而且是已经目前冲击到了 英特尔公司在中国的业务 所以呢 该停了 基辛格表示 英特尔应该 从520亿美元的 美国芯片法案补贴当中 获得啊 这个更多的补贴 他给出了一个原因 他说 因为英特尔呢 是一家美国公司 基辛格强调 虽然目前台积电和三星 都在美国 也盖了一些芯片制造工厂 他认为呢 但是即便如此 也不应该 在美国芯片法案当中 拿更多的补贴 他说 目前台积电投资40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建设两期晶圆工厂的计划 正在进行当中 一期呢 14纳米的 已经推迟至2025年量产 此外 三星电子投资 170亿美元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建立一座先进的 这个制成的晶圆工厂的计划 也在进行当中 预计呢 台积电和三星的建厂计划 都将获得不少于美国芯片 补贴法案的补贴 在美国芯片法案正式生效之前呢 银特尔公司的CEO基辛格 就向白宫喊话 反对美国政府补贴台积电 三星等非美国的半导体企业 前往美国投资 并获得这种补助 那么我想呢 英特尔公司 他大概是希望能够拿到 所有的补贴 完全不给这些 这个其他地方去的企业呢 一毛钱 全部自己独吞 基辛格当时就表示 英特尔要与芯片制造厂商 台积电和三星竞争 美国政府补贴 对英特尔而言至关重要 而相比之下呢 他说台积电和三星 已经分别拿到中国台湾 和韩国获得的当地政府大量补贴 英特尔如何与有30%和40%的 补助的企业来竞争呢 那意味着英特尔不与台积电 和三星竞争 而是要和中国台湾和韩国竞争 等等 他这个说法本身呢 有没有道理呢 我想呀 反正为了搞钱嘛 他总归要编出一个理由 说出一个这个 其实呀是讲不通的 对吧 你过去企业发展怎么样 那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到美国去盖工厂 投资数百亿美元 你本来对吧 你这个美国啊 这个政府啊 拜登政府要求相关企业 去美国投资设厂的时候 是讲好的呀 你来投资设厂 我给你补贴 结果呢 我厂子盖差不多了 你这时候给我玩这一套 对吧 给我使用额子 那显然呢 是说不过去的 同时我们看到 英特尔方面呢 还强调 补贴美国本土金元工厂 会有更大的收益 并可以拥有研发的成果 而补贴非美国厂商 可能会使得相关研发和技术 回流到海外 那么显然呢 这已经挽起了什么呀 亲疏远近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 同时我们看到了 这个基辛格在演讲当中还说到 如果想要拥有相关的知识产权 研发和税收 那么显然就只能够补贴 英特尔公司 基辛格此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 英特尔的重要研发工作 都是在美国本土完成的 台积电和三星大部分的核心工作 都在海外完成 对他们在美国建厂应该表示欢迎 但是由于和英特尔的业务相比较呢 存在明显的差异 显然英特尔应该拿到更多的补贴 这是始终在游说美国政府 另外呢 随着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 推出更多的限制措施 这也让英特尔方面 AMD方面和英伟达方面 这些全球布局的半导体巨头们 在中国的业务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 基辛格就再次呼吁 美国政府应该减少对中国的限制措施 因为中国市场占据了 英特尔公司25%至30%的营收 而英特尔的大规模产能扩张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 是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 因此呢 如果美国政府的限制政策 降低了英特尔在中国的收入 那么许多产能的扩张将变得没有意义 其实这句话本身也是对拜登政府的一次威胁 因为过去英特尔公司 承诺非常多的投资工厂的建设 和承诺的所谓的解决就业岗位问题 但是如果拜登政府不放开 对英特尔公司在中国的业务限制 那么英特尔公司会说 对吧我以前承诺的那我也不算话了 结果呢就会导致拜登政府的竞选 很多的地区本来承诺的投资没有了 那么显然呢就会把这个问题本身 要怪罪拜登政府 使得他的竞选连任面临困难 另外呢 现有的出口管制 在某种程度上 对英特尔的业务是不公平的 这是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这也是英特尔方面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 基辛格就认为现有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 已经过多 而且针对性非常的差 尤其在长长的实体名单上 有一千多家企业 而且许多与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 根本就毫无关联 对此呢 基辛格就主张要放宽 现有的限制 将注意力集中在 更为确定的国家安全领域当中 那么为什么英特尔公司的CEO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除了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之外 其实呀 美国的各种科技围堵限制的措施呀 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差 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我们看到美国全力以赴 进行科技围堵打压的华为公司 最近华为所发布的 2023年上半年经营业绩 整体经营稳健 结果呢 也是符合预期 在上半年 公司实现了销售收入 310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3.1% 净利润率15% 其中呢 ICT基础设施业务收入 是1672亿元人民币 终端业务收入 是1035亿元人民币 云计算业务收入 为241亿元人民币 数字能源业务收入 是242亿元人民币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业务收入 是10亿元人民币 华为轮值董事长 孟晚舟表示呢 感谢客户伙伴支持 以及全体员工的团结和奋斗 那么华外公司在困难面前呢 抓住了这个数字化 智能化和低碳化的发展趋势 在跟技术上压这个啊 增强投入 聚焦为客户和伙伴创造价值 2023年的上半年 ICT基础设施业务保持稳健 终端收入实现增长 数字能源和云业务实现良好的增长 智能汽车它的增量部件 竞争力持续提升 那么根据华为所发布的这份报告 以及华为方面所对外透露的信息 可见呢 美国并不能够玩死华为 华为甚至还在保持着 稳健的经营和成长 而现在所传出来的有利于华为的消息 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也难怪于美国半导体的三巨头 都会共同行动了 美国的三大芯片巨头 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 已经共同行动起来 集体前往华盛顿来游说 希望美方不再加大 对半导体产业的限制 这一行动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美方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巨头之一 在技术封锁和限制方面 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 美国限制荷兰、阿斯美亚光刻机 向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出货 限制了中方在先进制程方面的发展 其次 美国企业英特尔和高通 断供了华为等中国的芯片 导致华为等公司 面临巨大的生产和研发压力 过去几年一直如此 此外 台积电和三星 停止为华为代工芯片 进一步削弱了华为的供应链 不仅如此 美方还限制了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出货 以及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货 针对这一系列限制性的措施 中方也在加速发展自主芯片的产业 资金和人才纷纷涌入到半导体行业 同时也减少了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美方的芯片限制 不仅对中国企业造成了影响 同时也对美国企业自身产生了严重的损失 英特尔公司高通公司等美国企业 由于芯片供应受限业绩下滑 不得不采取裁员等自救措施 尽管如此 当前来看 美方的限制措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转的迹象 美国政府对于技术竞争的重视程度很高 不太可能马上改变所有的限制规则 反而后续还会持续的加码 这一点我们此前也介绍过 呼吁要保持一个冷静 对美国方面不要抱以期待 现如今中方需要保持警惕 加强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 以及由针对性的进行反制 面对美方的限制 美国的三大芯片巨头 英特尔公司高通公司和英伟达等等企业 决定共同行动起来 他们计划派遣CEO到美国华盛顿方面 不断的进行游说 而不能止持一次 后续恐怕会持续的进行游说动作 希望通过沟通和交流 来阻止美方进一步加大 对半导体产业的限制 这一行动也是令人关注 但是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其实后续还要去观察 目前中方需要的就是抛弃幻想 加速发展自主的芯片产业 解决芯片供应问题 中方的资金和人才纷纷的流入 加速了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速度 同时也减少了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中方加强自主芯片产业的努力 也带动了国内芯片产能的提升 然而中方仍然需要加快解决 芯片自主供应的问题 要加快摆脱芯片进口的依赖 要确保国家的核心技术的发展 目前半导体产业的竞争愈发激烈 美方限制措施不断加码 中方反制加速发展自主芯片的努力 也在加大 所以说我们才会看到 这一次美国三大芯片巨头的 这个机器行动 其实也反映出目前的情况 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实际上也已经在当中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如果未来 无论是英伟达公司或是英特尔公司 他们纷纷所推出的所谓 替代先进这个算力芯片的一个备用芯片 都无法销往中国的话 那么对于上述这些公司 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大概都是在三成左右呢 恐怕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些公司在未来 如果中国自主突破了相关的这个芯片限制 那么他们再想进入中国市场呢 恐怕就难以登天了 我们知道呢 中国方面也只有通过自主创新和加强合作 中方才能够在半导体产业的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未来究竟是哪一方能够获胜 美国会把中国卡脖子卡死呢 还是中国通过自主努力 能够实现突破呢 让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未来真正的发展会走向何方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